有驗的都是Delta的病毒株 所以应该是这一个群聚 大概都是属于同一个群聚 屏东秘乳祖孙染疫扩散 累积到27号已经有12人确诊 其中根据基因定序 确认有8例是印度变种病毒株 我们又多验出两个的基因序序列出来 14413 因为它CD值非常的低 它34.68 所以它那个没有办法做 陈时中没有把话说死不排除12人都是Delta病毒 但看看屏东县府下午提供关系途中 发现指挥中心的只确认8人是印度变种病毒 而屏东则是一片红通通 法座方山群聚 从秘乳祖孙到亲戚 甚至白排车司机家人和曾经抛过茶 共餐的朋友一共12人全部都定调为Delta病毒 虽然后来又跟这与中央同一论调 巴黎有印度病毒株 但疫情已经逐渐往外扩散 以让中央赶快要回溯6月6号和秘乳祖孙搭机回台的机组员和同级旅客 要尽快找到曾经接触过的人因为印度变种病毒的传染力非同小可 屏东又出现行则个案 而且似乎曾经跟秘乳阿嬷足迹重叠 6月14号经过我们县政府的民政系统居家关怀 知道身体不适送到芳疗医院 当天就确诊 安逸4734是一名74岁的果农 做期正常除了出外用餐 其他时间不是在家就是在果园 但他几乎三天两头就跟太太一起去芳疗医院看诊 但就这么刚好 秘乳阿嬷14号身体不舒服被送到芳疗医院后确诊 老翁14号当天上午也有去过芳疗医院 只是一个在急诊一个在门诊 空间不同 是否因此感染到印度变种病毒还在检验中 但两人逐机重叠一天 已经让第一线人员绷紧神经 体验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